主料,牛肉线50克,猪肉线50克,鸡蛋10克,辅量,面包汤50克,洋葱140克,牛奶自吃好生,黑胡椒,盐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1到2人,把50克面包汤放入小碗中,加少许盐和黑胡椒碎搅拌均匀,再倒入牛奶或清水。 混合后放置6到10分钟,洋葱洗净,切碎,把牛肉馅,猪肉馅,洋葱,鸡蛋液混合,搅拌均匀,可以给肉馅再调一下味,加一点盐和黑胡椒,然后再倒入刚才处理过的面包汤继续搅拌均匀,分两次调味的话,每次都要注意加调料的量,然后将肉馅制成肉丸,用手搓成丸子就行,手上抹一点油,或水, 免得肉馅黏糊糊的粘手,做好的肉丸可以烤,可以用平底锅煎,还可以先用锅煎再放进烤箱烤,烤的话,200度烤20分钟左右,煎的话中小火就可以了,可用黄油来煎,烤好或煎好的肉丸可以再做个酱汁, 我喜欢放进做一面的茄汁里煮一煮,让它们裹上一层酸甜的番茄汁,配着面条一起吃,看看肉丸的材料和做法,其实就是,瑞典肉丸的做法,烹饪技巧,香味扑鼻,儿童的最爱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